首先呢 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在场的朋友们 七十五岁以上的举手 哎呦 不少了 这边都有跟我一样啊 七十五岁 你们七十五岁还能够走到现场来听演讲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快乐学习的人生 你要想活得老 就要走出来 在人群里面 我再调查一下 八十五岁上有没有啊 还有一个呢 爱人也有 更了不起 如果十年以后我站在这边 还能站在这边 当我八十五岁的时候 我相信听讲的朋友们一定有不少是八十五岁的 我们共同分享我们共同的经验 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 不是 我说是老人 是我们健康快乐的老人 有一些需要被人照顾老的时候 我们觉得真是不该那么老吧 但是不要忘了 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像他们 因为我们懂得用什么方法来帮我们 营造我们是一个快乐的老人生活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这一段人生的经验 我在家里排行室脑大 所以从小我就被环境告诉我要去照顾弟妹 所以我在走到社会以后 我都是永远是想要办法去照顾别人 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共同的生活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 怎么样找出一些不同的时期 找出不同的伴侣 一起来分享大家生活的经验 这是习惯咯 你要在三十岁就开始有朋友 你到四五十岁就会不同的时间 找出不同的朋友 这是我大概三十到四十岁的时候 我在三十一种医院 当时我就找到了五家六家的朋友 都是医生同行的 那么我们的小孩 那个时候才小学 所以每个礼拜天 我们就带孩子们去爬山 孩子们爬山啊 不用爬得快 他不动就上去了 但是我们三四十岁挺的也不错 然后可以一块 在山上我们可以吃一点东西 反过来我们也常常聚会 这些孩子们也差不多都快到四五十岁了 他们彼此的情感非常的好 因为从小他们就在山上 跟我们一块长大的 而且他们的个性里面 宠相自然 享受个人的自由的思想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从小把他们跟山接近 产生的一种个性 当我五十岁的时候离开台北 我就到了花莲 因为在花莲持基医院 我在重新建立一个团队 一个人离开你熟悉的环境 重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重新去建立一个团队 那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 你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 但你却有一个三十岁创造的心 所以我在花莲里面 我仍然继续地发挥我的能量 我就从医院可以走到社区 走到观山 走到玉里去照顾那些 很偏远的一些朋友们 在那里我也要找朋友啊 那时候我五十岁的 我找到那边 花莲也找出一些朋友来 这些朋友呢 多半都是老师们 退休的老师 或者公务人员 花莲这种人还很多 我们一起读书会 这个月在我家读 下个月在别人家读 然后我们读着读着说 该吃饭 所以我们每个月啊 大家一起聚在一块儿去吃饭 吃饭聊天 情感就在一起了 每一家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啊 谁的孩子出国了 我们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话题在谈 这里就让我们 刺激我们的大脑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 将来老化 会留在花莲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伙伴 没想到这个命运 它不是受你摆布的 是你必须要 随着命运走的 所以当我在六十五岁的时候 在花莲待了十五年 我就来到了嘉义的大林 大林吃鸡医院啊 周围是稻田 所以我看到的病人呢 也都是差不多老人家 老人家里面 跟神经科有关的话 几乎狮子是个大问题 狮子人 他在医院里面 不能够得到非常完善的照护 因为狮子则本身 他的问题不大 问题是那个家人 照顾的问题很大 所以我做这种情况 我们就走到社区 主持一个所谓的记忆保养班 把老人家跟家庭 聚在一个社区里面 甚至于我们还到家里去 访问 照顾那些狮子家庭 真正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家里面 他是怎么样的生活 他住的房间 空调好不好 他的这个动线 到厕所 到厨房 好不好 还有他的孩子们 照顾的能力的分配怎么样 你在整间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到家里面 你才能找出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给他们开出一个家庭厨房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把我的心 就完全又锁在了 大林家里的地方 但我还是需要朋友啊 所以这时候我已经65岁了 我不可能找爬山的朋友了 那时候呢 我反而要找的是一些 跟我内同温层的朋友 非常珍贵的是 我们大林医院 跟中正大学隔壁 所以中正大学教授们 有很多也退休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又结合在一块 又成一个 另外一个共劳的团体 因为中正大学 它周围是一个客区 那些教授们呢 很多都是从台北 以后到了中正大学 待了二三十年 所以在那边已经习惯了 就在那个大学的附近 哪块地盖了房子 那我也就在他们的旁边 买块地也盖了房子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有五六家人 我们就可以一块地 彼此之间 大概走路的话 走个三五分钟 就是三四百公尺的距离 大家自己做饭 做一道菜 然后呢 到一家来大家一起吃 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我们做的菜就两三道菜 而且吃来吃去胃口就差不多 但是五家人 每家人做的都不一样 你可以尝到不同家庭的菜 而且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大家就可以分享 你做菜的这个状况 聊一聊这个家庭 聊一聊孩子 聊一聊孙子 因为还有孙子都有了 他们孙子如果回来的话呢 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不光是一起可以供老 我们还可以供孙 你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女 一起玩 那小孙女的讲话 都有大人的口吻 因为我们跟她讲话 都是大人的口吻 因为我们的孩子们 原来上都在台北 所以我们反而在那个乡下 我们形成一个供老的圈 大概大家都决定 我们要在这边种老了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啊 有一种共同相濡以沫的情感 我的腰不好 做过神经 曾经走路走不动 我开刀了 我们也通知在台北的孩子 反而是周遭那些朋友 一起来照顾我 帮我炖汤啊 炖补品 所以我是觉得啊 我们人不怕老 你要在你住的地方 能够找出一批人来 用一些什么个方式 也许一起唱歌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读书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吃一顿饭也好 让彼此联络情感 当我们到八十岁 八十五岁体力不好的时候 你很可能啊 你说走的路就在你的附近 所以你如何能够在九十岁 或者是八十五岁 你能够找到一起 可以吃饭的朋友 而且不远的朋友 这是很珍贵的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 你就不需要让孩子给你吃饭了 你让孩子能做他们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这是一个 供老的一个概念 就我们这个人 你不能说是夫妻两个 能够扩展到说 好多五六个家庭 甚至于要这个 慢慢的话呢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区 要美化 社区要变成对老人的友善 你要想社区友善 你现在就必须先走出来 你在社区里面 把现在的老人家聚在一起 跟志工们一起陪伴他们 这样的话呢 老人就得到了安定 得到尊严 好多的 谢谢大家